首先我们讲一下这个拖泡机 这款拖泡机的这些开关 这些控制 首先这个是那个温控器 控制这个拖泡器里面的发热温度的 这个加热开关 按下去加热 弹起来就停止加热 这是电源整个开关 这是转换开关 压力表和定时时间机电器 整个近期压力条件内置的 一般我们这个电源开关先打开 打到自动位置 然后压力我们通过这个压力调节法 打到自动的时候 通过压力调节法 一般调到零件四到零件六兆帕 时间我们一般是设到二十M 就是二十分钟 然后这个门打开以后 我们会配一个隔板 隔板里面可以这样放平 或者是用那个调性板一个个的放 四个打手 把门锁进 现在我们开始操作除胖 首先把要除胖的皮放好 或者用调性板放进去 把门关上 三个打手 一一地把扣上 三个打手 两个打手 大概是一地把 三个打手 还好 最后打手 再打手 试试试 试试试 我们锁紧 打开电源开关 先把温度 设到50度 现在是50度 然后按一下加热 现在开始加热 时间我们设好了 20分钟后 现在先打到进去 手动进去 然后调节 进去压力 开始推起来 冻压机喜欢 因为这个冻压机太小 可以提供 我们会停摆一些 然后再上去 一般我们调到0.4到0.6 不到吧 也就是4到6公斤 这样子就开始在20分钟以后自动排气 便于拍摄 我们现在把这个时间 射到30秒 意思就是 因为20分钟太长时间了 我们让30秒后自动会开始排气 排气以后 把门打开 将要把这个降落炮的那个瓶拿出来 在30秒后开始自动排气 现在是自动位置 这个灯一亮一亮 红灯亮的时候就开始加入了 红灯灭了 现在开始排气了 刚气压排完 这时候我们准备到 我先把这个打到排气位置 开始开门 因为打到排气位置的话 万一仪表出现显示不正常的话 我们也能再次的 让你们的空气排完 把我们的排气 把这个除泡泡的瓶拿出来 OK